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又讲讲台湾地区的疫情 台湾地区疫情的数字的的确确是下跌 最新的数字就显示是62,110例 来世的人数就是124例 也是高的 但是有一件事 令到台湾人很被松 很不爽 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这个 蔡英文 是 食人血饭头 因为现在 疫情就居高不下 当然你说 比起九万几少了很多 但是也有六万几 所以 一位医师苏韦石 他再次同批蔡英文 就说 根本是没有准备就和 新冠共存 就是新台湾模式 台湾地区 现在 是没有考虑到 Omicron变种会重创 0到4岁的幼童 甚至他就说 我们台湾人要告诉他 小孩的人血饭头不可以这样吃 这位阿哥 其实 就在面书里说 谁要封锁真相 那我就要重贴一次 我要告诉他 小孩的人血饭头不可以吃 亦都 说这位 蔡总统 忍好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他也封了蔡英文的前副手 好 陈建仁 就是人家说和我们很有关系那位 欣申讲的 说和他很像样的 他就曾经 跟英国的卫报说 他跟很多名学者 从去年11月到12月开始 向 政府建议 要放弃 原本採取的 叫做清零措施 改为和新冠共存 他就说 如果陈建仁是没有对英国媒体说大话的话 一定 亦会将一份建议报告发给蔡英文 我相信蔡英文一开始是犹豫的 在去年 春节之前 当然 南非的Omicron就很厉害了 南非的报告其实也有 流到台湾地区的 当时他就说 蔡英文 是不敢茂然接受陈建仁的建议 当然 后来真是知道Omicron变种的 传染力相当可怕 也都导致0到4岁的 孩童的转率 跟之前的任何变种起来 都是高得多 他用灾难来形容的 他亦都说 他相信蔡英文的幕僚 会尽力地说 一旦Omicron变种进入我们台湾地区 0到4岁的幼童会大量 这样 是会 中的 甚至会出现 幼童离世的现象 不过这样 他亦都知道 蔡英文 可能不听 他亦都提醒蔡英文 他的主要支持者 就是年轻的夫妇 因为年轻的那些都是浅禄的 现在对蔡英文的 信任 是发生了变化的 而且蔡英文有件事 被人骂他 就是 六四他又学别人点烛光 然后人们就说 有没有为台湾的兽子点烛光 好像 真的暂时没有 他在 6月4号的时候就说 不同的政府 体制面对 防疫时有不同的 治理策略和回应方式 亦可以对疫情发展 带来相当不同的影响 我是不是说你 就是说自己 带来不同的影响 现在搞得很糟糕 他亦都说在国际上 这个也是被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台湾地区是民主社会 因为各种意见 而分层 分层就是有 争执 有时候 沟通成本会比较高 亦是因为 民主社会资讯 是较公开透明的 那高端疫苗怎样批过的 怎样批准用多少天 顶你呀 他就说 这样才可以所有 公民都有机会 得到信息 集思讲益 但是之前高端的数据你不肯拿出来 这样才可以有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是人们都走 他亦都说 我们在全民努力之下 这两年 你都说得到 防疫工作是得到国际的认可 厉害 要骗人 首先要骗自己 亦都说 公开透明的 民主监督机制 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其实现在台湾地区 除了民主两个字 就是什么 好像其他价值都好像没有 你经常说 说来说去就是那些 他就说相反 威权国家 一美敢 封锁真相 鉴制 讨论 如果是这样 上海就不会那么多视频流出来 我们之前做了那么多节目 都是上海流出来 亦都说 抹杀的不止是民主价值 更有可能是因为 资讯不通 导致疫情恶化和加剧 那真的很可笑 那苏貞昌为什么说要罚人家 亦都说33年前的今天 发生了 六四天安门事件 而这么多年 就是始终维持 烛光晚会纪念 可惜 可以纪念的香港 现在 已经 是没有任何活动可以申请到了 香港多间大学当中 关于民主和六四精神的雕像 亦都是被莫名其妙地移裁 关于六四的集体记忆 在香港已经是被抹杀了 我相信 这样 横漫无理的手段 是没办法抹去大家的记忆 那么横漫无理 搞到中天没了 我们还是记得中天的 当民主受到威胁时 世界威权主义亦都扩张 我们需要 坚守民主价值 而且 共享民主自由理念 要和这些伙伴一起坚定的互相扶持 怎么付呀 给钱你立陶宛 他亦都说 去年6月4号 亦是日本捐赠我们124万剂 牛津亚斯利康疫苗的时间 扯得这么远呀 你一是纪念六四又说到日本 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令到大家非常感动 其实他也是想拆一下鞋 日本很厉害呀 亦都是民主政体攜手抗疫的一个 表现 疫情期间我们和美国、日本 欧美等等地方 是透过互相 赠送重要物资共同抗疫 要不要加一句 美国和日本 还有南韩 不让我们接种高端的人入境 你又不说的 哈哈哈哈 这个真是讽刺 他亦都说 身在民主社会 我们应该珍惜 言论自由 浪费啦 你不是常常找人去打压人家言论自由 网军 所以呢 他就相信 虽然民主社会 意见多元 但是公开透明的讯息 以及积极 沟通 彼此了解 是 最后可以团结 一起的 理念 元素 所以攀手 是 到过疫情了 下面 很搞笑 他就说 要公开透明才有助疫情 你经常在 别人说话 你又不让别人说 公开透明 民主攀手对抗疫情下面就抽水了 纪念六四三十三周年 当然我看到我很多 很多网友朋友给了like 不过 这些是讲理 其实 也有很多人是柴台 有人就说民进党的防疫 公开透明 笑话 黑相就是人民的感官 亦都说 你们民进党听到多元意见 就说人家造谣 本质 和极权有什么区别 这个也是 亦都有人说 我不要疫情 我不要小孩掩疫 我不要家人掩疫 我不要 和新冠共存 政府可不可以有其他作为 应该没有 亦都有人说 杰制言论自由 关闭电视台就是中天 纵容1450攻击 异见者 任用亲信 自称民主 两个字 可笑 亦都有人说 你的民主就是指你的民主 不是老百姓的民主 老板娘说了 老板娘说了 老板娘就是姓子了 他说了一句闻南话 投机 投机就是 不是投鸡 是 投家 如果用 广东话 老板 没错 投机 亦都有人说 亦都有人说 故今时而作非 经常说 亦都有人说 你脚底下 究竟踩过多少人的 私生 你晚上睡觉会发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看他都挺精实 亦都有人说 这个人跟我说 公开透明 高端多少钱 真是 这个他们说 苏貞昌说是 这个 台湾地区的机密 不可以跟你说 怎样可以跟你说 真是 亦都有人说 50步小100步 在缠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动不动 就用 社维法 社会 维持治安法 去 查水标 哦 还好说民主 亦都有人说 我们连疫苗用了多少钱买都不知道 防疫预算用了8400亿新台币去了哪里 不知道 透明 真是可笑 亦都有人说 这个也挺搞笑 六四关你屁事吗 那也是 那也是 亦都有人说 全世界这么多地方 中国大陆又关你什么事 搞好自己先 更加多人说 绿色政权不倒 台湾永远受苦受难 可能也是 亦都有人说 对于赛政府在疫情中所有行为 以及严重疏失 必须是认错道歉 司法应该查办所有 独职的人员 包括苏貞昌 好难 应该好难 哪有可能 亦都有人说 身在台湾 感谢邵英 给我们 足够的温暖 其实有没有讽刺他在用爱发电 亦都有人说 台湾的总统很可怜 做了那么多好事都要被人骂 邵英加油 台湾总统的引号 当然这句话 引来了很多个生怒猪 亦都有人说 六四期间 谁又想台湾 疫情期间 又谁想六四 好像没有什么逻辑 疫情期间谁想六四 又对的 只有他 只有他 拜登的狗死了 他也要悼念 是吗 拜登的狗都要悼念的人 所以有些人这么生怒 这么多小孩都走了 当然他可能觉得我是假新闻 我都挺害怕 那么多小孩都走了 究竟 有没有悼念他们 有没有公开道歉 亦有人说 感谢日本 感谢美国 感谢民主国家 和台湾一切携手 去灭共 灭共是这个 阿贵经常说的 国民贵经常说的 衰公义也有说的 对 对啊 Rambo 说要组织民兵队 Rambo 顶他 坏人 这些 我说不好听 你说话多多几句都没气 还学人你做Rambo 哎呀 真的得淡少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